大家好,又來到職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我先介紹下我們今次身邊的嘉賓 就是有來自要財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 直耀輝先生,Stanley早晨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都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askatbschannel.com 我先和大家跟進大使的最新表現 看到恆子這一刻跌幅收窄了 跌114點,報19501點 看期指方面,期指跌154點 暫時低稅121點 報19381點 看國企指數方面 這一刻跌7點,報10291點 Stanley看到 昨晚歐洲股市有變 倫敦股市下跌了差不多超過3% 受到歐洲股市急跌下跌 昨晚,港股列口低開237點 看見跌幅稍微收窄了 現在暫時跌114點 受到外圍股市拖累 外圍市況是極不力明朗 其實會否有可能,港股在今個星期又會再下市 19,000點這個雙底水平 暫時來說,這個水平也叫做言之常早 因為大家會見到歐債危機 其實對整體上,投資市場方面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震盪 特別是大家看到,現在全球的經濟環境 都會說極之不明朗 例如美國剛剛新公佈的一些就業數據 基本上真的沒有什麼突濟 令人意外比較差 而歐洲方面,大家看到近兩人為止 其實很多歐債方面 特別是希臘方面 一些歐洲金融穩定的基金 一個情況都是大家有多不明朗的情況出現 所以在這些因素的拖累之下 跟著打後的時間 其實都會極之不明朗 例如明天的時間 歐洲方面,德國方面 一些政府方面 會看到EFF 歐洲金融穩定的機制方面 會有些投票 除此意外 也看到這個星期四 在歐元方面會有一個意識的行動 大家都會比較關注歐洲方面 在現在面對歐債這麼大危機的情況下 究竟會否有些新的動作進行 另外四星期五 基本上到內地方面要公佈到CPI的數據 所以你看到這個整體上 我想在短期內 港股仍然都會不斷面對外圍方面的比較大的變數 即使你講到本地本身 更加晚一點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賣地的情況 賣地會在今天晚便會進行 所以你會看到有整體的市況 其實都相當不明朗 但至於會不會是19,000點的位置 假如歐洲方面的情況 再轉壞 轉差的話 我覺得這個機會都不能夠排除 你看到現在的港股 基本上都叫做 今天 曾經是低開完之後 雖然是 之前早段的時間 即使有一個比較輕微的反彈 但現在來講 基本上的載度 是有一點WFN 所以反映整體的市況 其實我自己都傾向於覺得 後市可能要大家比較審訊一些 即有算你說 雖然現在市場上 或是個別股份 股值是相當吸引的 但如果你想買 想入貨的話 我都覺得可能要一些 先來比較審訊會比較好 謝謝你 Stanley 等一會我會繼續跟你談一下 這個港股的情況 我們現在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這裡有位張小姐 早晨 早晨 早晨小姐 請問想問哪一隻 我想問171 甚麼價格可以買入 前景是怎樣 171煙周梅 是嗎 你想是短炒還是長線拿下 都沒有所謂 都沒有所謂 好 我們看看 171煙周梅 今天跌了差不多1% 做20.04 張小姐 想入一入貨 你覺得適不適合 前景又怎樣看 其實聽說煙周梅本身 最低的股份也算是比較看好的前景 但問題是這段時間 你見到股價方面 都是不斷由30元的水平 一直下滑到現在最低 試過去 這段時間 最低到19.54元的位置 為何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度 最主要就是看之前 例如說煤價方面 就是內地 動力煤的價格 在近9星期 都會有一個比較跌幅度 再加上大家都會比較關注 就是如果萬一 全球經濟真的有機會放慢的話 可能對一些煤炭的需求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在這個因素的拖累之下 你見到煤價下跌 對以一個本身的現價煤為主的 一個煙周梅來計 也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大家會擔心下半年 在煤價方面 特別是剛才說動力煤的焰貨 如果焰貨價是比較差的話 變相可能會拖低煤周梅的表現 另外在澳洲方面 其實煤周梅 都在澳洲方面有些煤炭業務 但在上半年來計 其實當地的業務發展 其實都沒有如理想 甚至今年來計 可能在新產量方面 可能都不會不達標 但在這方面 都令到股價 在這段時間 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落的情況出現了 但你看到前景方面 其實我自己本人都覺得 仍然比較樂觀 最主要在煤價方面 其實在第四季開始 大家都會預計 一些電廠 都開始對煤的需求 開始會比較緊張 雖然對煤價方面 大家都會預計 在未來的一段短時間 煤價應該會開始有一個回落的跡象 尤其是剛剛說過 雖然說之前 煤價9個星期 都會有一個跌幅 但問題就是 之前的時間 基本上都是一個煤炭的淡桂 所以下跌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情況 當然剛剛說過澳洲方面的業務 其實你看到 煤周梅本身 澳洲方面的業務 在2012年都傾向上市 公司 在當地都會有越來越多一些比較新的收企部署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 我都認為 當然短期來計 股價的走勢上 真的比較偏遠 但在前景上 其實我覺得 不是太擔心 但只不過他們說 剛剛說的一些比較負面的因素 以及剛剛的市況 都比較反覆一點 所以對一些能源股方面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當然在股價方面 從初步來看 現在股價 其實在自然的時間 30元的水平都比較硬正 但自從跌穿了這個環能區間之後 股價開始走如差 大家看到了 這個環能區間 即是這個位置跌穿了之後 走勢開始越來越有轉差跡象 但現在為止 基本上 今天曾經最低 現在是似乎一些 叫什麼 最低接近20元的水平 距離之前的低位 10.54元 其實相差不太遠 所以如果你說家庭觀眾 如果張小姐還未買貨的話 我都建議 其實如果你看看估值上 其實就不是高的 只不過你說看他現在的情況 我都建議 可能都可以先報觀察一下 他能不能夠 收穩住19.54元的水平 因為始終市況比較波動 所以我都建議先行 可以先觀望一下 如果你說能夠收穩住20元 甚至19.54元的位置的話 我都建議可以 在20元的水平 可以買貨 當作中場線持有 但也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跌穿19.54元 更加跌到19元的水平 我都建議先做指示的步驟 會比較好 謝謝Stanley 多謝張小姐的電話 我們今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依然有問答環節 Stanley依然會在這裡 為家庭觀眾解答問題 大家有任何疑問 可以立即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 20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 askatbschannel.com 看看大肆表現 看到恒指這一刻的跌幅擴大了一些 跌了216點 近19,400點 休息一會 待會見 這一個 我看你 我們不有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